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2023年半导体产业,位如预期于第二季全面复苏。据台湾媒体报道,台积电认为,虽然第四季产业库存已进谷底,但要达到V型反弹还太早,得益于2024年,库存更健康。 汽车用试矿回温及AI需求爆发,台积电2024年仍将健康增长,并优于整体市场。 半导体设备厂商表示,台积电全年美元营收跌幅,渴望较预期10%收连,至年底整体产能利用率也缓步回升,预估2024年上半年可重返80%。 这主要是随着终端需求缓步回温与AI需求爆发,如联发科、高通、徽达、DMD、谷歌等多家客户强力扩大投片规模。 由于7奈米以下赛道,仍领先三星电子、英特尔,未见客户大幅转单迹象。 另一原因则是台积电代工报价1万美元以上的7奈米以下制程,占整体营收比重序升,且有强势美元的加持。 而受惠7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与CoOS订单成长,即因应2024年在首大单,台积电对于部分设备、材料供应链也重启拉货。 设备厂商表示,台积电业绩回温,除了强势美元与先进制程代工报价仍维持高点外,最重要就是,今年7月起,进入苹果iPhone新机拉货高峰,代工价达2万美元的3奈米开始放量带动,来自徽达的AI晶片系列也有所补充。 在第四季,联发科天机9300,高通骁龙8 Gen3等晶片推出,并于2024年初开始放量,以及徽达、AMD、英特尔等AI晶片等产能也持续放大,还有苹果稳件iPhone拉货与Mac、iPad新品推出,台积电的高价4奈米300米产能利用率,渴望逐渐拉升。 据估算,台积电到今年底7奈米6奈米产能利用率守住70%,而5奈米4奈米将近80%,3奈米至今年底月产能约6至7万片,唯一正式生产放量的是苹果。 随着苹果扩大新品阵容,以及徽达、高通、联发科等厂商,2024年下半年陆续进入三奈米时代,台积电三奈米到2024年底单月产能将达10万片。 但据估算,因为学习曲线拉长,3奈米家族在2024年仍令毛利率成家。 不过,由于7奈米以下先进制成,占营收比重充上59%,其中价格不便宜的5奈米4奈米比重已达37%, 大客户有苹果、高通、联发科、徽达集、AMD、博通等较第二季提升7个百分点,成为台积电获利最好的制成。 除了先进制成领先,AI浪潮下台积电,先进封装需求水涨船高、COLOS之外,并以先进封装技术也走向聚光灯下。 据台湾媒体11月下旬消息,台积电正大举扩产SOIC系统及集成单晶片产能,正向设备厂积极追单。 业内透露,目前台积电SOIC技术刚刚起步,今年底月产能约1900片,预期明年将超过3000片,增幅近60%。 2027年,有望拉升到7000片以上,是今年底水平的约3.7倍,年复合增速近40%。 目前来看,台积电基金扩产SOIC或与大客户需求有关。 AMD是台积电SOIC的首发客户,其最新AI晶片产品正处于量产阶段。 预计明年上市的MI300晶片将采用SOIC搭配CoOS,或将成为台积电SOIC的一大代表作。 苹果则将采用SOIC搭配热速碳线板复合成型技术,目前正小量失产,预计2025年至2026年量产。 你应用在Mac、iPad等产品,制造成本比当前方案更具有优势。 业内人士分析称,苹果这一路线主要是基于产品设计、定位、成本等综合考量。 若未来SOIC顺利导入笔电、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,有望创造更多需求,并大幅提升其他大客户的跟进意愿。 至于台积电先进封装另一大客户回答,其目前高阶产品主要采用CoOS封装技术, 但业界认为,未来也将进一步导入SOIC技术。 作为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组合3D Fabric的一部分,台积电SOIC是业内第一个高密度3D ChipNet堆叠技术。 SOIC设计是在创造建核界面,让晶片可以直接堆叠在晶片上。 值得一提的是,CoOS同样也是3D Fabric组合的一份子。 该组合共包括前段3D晶片堆叠或TSMC SOIC系统整合晶片, 后端CoOS及Info系列封装技术,可实现更加效能、功耗、尺寸外观级功能,达成系统级整合。 封测技术主要指标为,突点间距、Bump Pitch,突点间距越小,封装集成度越高,难度越大。 台积电的3D SOIC的突点间距最小可达6微米,距于所有封装技术首位。 相关研究机构研报指出,SOIC是3D封装最前沿技术。 其实台积电依构小晶片封装的关键,具有高密度垂直堆叠效能。 与CoOS及Info技术相比,SOIC可提供更高的封装密度,更小的间合间隔,还可以与CoOS与Info共用。 基于SOIC的CoOS与Info封装将带来更小的晶片尺寸,实现多个小晶片基层。 日前还有消息称,即徽达10月确定扩大下单后,苹果、AMD、博通、麦威尔等重量级客户近期也对台积电追加CoOS订单。 台积电为应对上述五大客户需求,加快CoOS先进封装产能扩充脚步。 明年月产能将比原定倍增目标再增加约20%,达3.5万片。 换言之,台积电明年CoOS月产能将同比增长120%,不论是CoOS还是SOIC扩产,都印证了先进封装的需求之旺盛。 根据又预测,2014年先进封装占全球封装市场的份额约为39%,2022年占比达到47%,预计2025年占比将接近于50%。 在先进封装市场中,2.5D与3D封装增速最快,2021年至2027年CAGR达14.34%,增量主要由BI、HPC、HBM等应用驱动。 落实到具体产业链环节上,先进封装设备投资额约占产线总投资的87%,相较传统封装,先进封装对固精机、研磨设备精度要求更高,对测试机的需求量增多。 同时因为多了突点制造、RDL、TSV等工艺,产生包括光刻设备、刻石设备、声孔金属化电镀设备、薄膜沉积设备、回流汗设备等在内的新需求。 总体而言,先进封装的出现,让业界看到了通过封装技术推动晶片高密度集成、效能提升、体积微型化和成本下降的巨大潜力,先进封装技术正成为顶尖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引擎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、订阅。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